6月20日 薛之谦入住音乐区域 杜沙夫人蜡像馆的节目活动 在上海举办 薛之谦面对自己的蜡像 并持一贯搞笑的画风 现场调谈起来蜡像的身高美中不足 遗憾未能显露胸肌 作为本地的上海艺人 自己的蜡像可以入住杜沙夫人蜡像馆 对薛之谦来说也是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 我最近特别激动 因为小时候我来看过杜沙夫人蜡像馆 有爱因斯坦啊 那些名人啊都在台湾 贝多峰是在吗 也在就感觉厉害了 然后没想到我今天可以演员 一起在这里 对 我希望可以 我永久在这里 但是我也好像也听说 杜沙夫人蜡像馆好像 有一阵子也半掉了几何 对不对 所以我要坚持下去 要坚持下去 尽量不要让杜沙夫人把我们来走 刚结束上海演唱会的薛之谦 现场透露影视和音乐计划都在筹备之中 谈及在音乐方面 他将合作张信哲 声称压力有点大 近期正在潜心创作歌曲 那我下半年应该会跟张信哲老师有一首合作 对 我现在在写中 对 在水中的 然后下半年还会在发四首歌 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因为我现在对我自己每首歌的质量很顶真 已经到那种风波的地步 不期待下去做的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永远不会让听众失望 多才多艺的薛之谦 最近也正在写剧本 并有望在下半年拍摄一部自己的戏